对抗癌症学术界有新的研究发现 中山大学生物科学系副教授李哲新研究出 把沙门式杆菌透过基因修饰变成灭毒沙门式菌 可以成功达到抑恶性肿瘤的效果 这让这项创新不但令学界惊艳 也让李哲新荣获科技部吴大游先生纪念奖 中山大学生物科学系副教授李哲新专注和学生做实验 成功研究出沙门式杆菌 透过基因修饰变成灭毒沙门式菌 在注入血管中可以达到抑制肿瘤的效果 而这项创新研发令学界经验 也让李哲新荣获科技部吴大游先生纪念奖 我们发现说细菌的确它可以去抑制肿瘤生长 所以我们就进一步去研究它的机制 还有它的修改它的方法 并且去减低它的副作用 所以最后当然是希望说 我们虽然在小鼠上面的实验非常的成功 我们希望也可以拓展到以后 在临床上真的可以使用这样的细菌治疗肿瘤的一个方式 用细菌抗癌不但跌破宣物学界的眼镜 李哲新回想 当时连指导教授都不相信细菌可以抗癌 后来经由实验结果证实 检毒沙门式菌能刺激动物体本身的免疫力 成功在白老鼠身上抑制肿瘤生长 要是未来上市治疗费用 渴望相对评价 在利用细菌治疗肿瘤是有它的优势存在 但是我还是要强调一点 它在临床上还是有它的限制所在 因为它毕竟它还是个细菌 所以在临床上面 如果真的要使用上面 必须要专业的一个团队 还有一些医疗的一些设施 还要去monitor 必须监控病人这样的情况 它才可以达到一些治疗更好的一个效果 年纪轻轻仅40岁就获得国内青年学者最高荣誉的五大有奖 李哲星谦虚表示非常幸运 幽默的个性经常和学生打成一片 分享现在的挫折极可能就是未来成长的养分 看来这股勇敢不放弃的阿甘精神 正是获奖的关键之一 港独新闻李嘉隆罗绍军 赛报道